YokoTV 嗨 大家好 我是哈日杏子 欢迎收看杏子日语教室 一转眼又要过端午节了耶 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端午节的一些相关单字哦 杏子日语教室 首先我们先来学会 端午节用日文要怎么说吧 在日本也有过端午节的习俗哦 他的日文是这样念的 探語のせっく 探語のせっく せっく 中间有一个小粗音 所以要停一下哦 探語のせっく 在日本过端午节是国立的5月5号哦 这一天也是日本的儿童节哦 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听过日本有一个女儿节对不对 女儿节是3月3号又称为桃花节哦 那5月5号的儿童节呢 又被称为男童节哦 好我们先来学会儿童节的日文要怎么说吧 子供の日 子供就是小朋友的意思哦 子供の日 那因为这一天是男童节 如果家里有小男孩的话呢 就会把一些装饰品来庆祝哦 只要到了5月呢 如果你有去日本呢 应该随处都可以看到鲤鱼棋哦 还有就是百货公司的卖场里面呢 都会设一个五月人行专柜哦 鲤鱼棋跟五月人行呢 就是男童节的装饰品 男童节的装饰呢 有分屋内跟屋外哦 屋外的话呢就是会悬挂鲤鱼棋哦 他的日文是这样念的 こいのぼり こいのぼり 鲤鱼棋的尺寸呢有大有小 最小的尺寸呢 就是可以让小朋友拿在手上 或者是插在脚踏车上呢 可以边骑边看他飘扬的样子哦 那为什么要装饰鲤鱼棋呢 就是骑取家中的小男孩 以后可以像鲤鱼要笼们一样 飞黄藤达的意思哦 那在家里的话呢 通常都会摆上 武将的盔甲或者是头盔 这种五月人型来做装饰哦 五月人型的日文呢 是念作 ごがつにんぎょう ごがつにんぎょう 因为呢这个价钱都不太便宜 通常都是由爷爷奶奶 买给孙子的哦 ごがつにんぎょう 说到端午节呢 大家应该都会先联想到粽子 对不对 在日本过端午节呢 不是吃粽子 而是吃一种叫做 薄饼的甜点 他的日文是念作 かしわも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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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粽子日文要怎么说呢 他的汉字呢 跟中文是一样 写成一个粽字 发音是 じま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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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台湾呢 有分北部粽跟南部粽 对不对 大家喜欢吃哪一种口味呢 北部粽的发音是 ほくぶじまき ほくぶじまき 南部粽的发音是 南部粽ま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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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说到端午节的重头戏呢 应该就是 华龙船比赛了 对不对 龙船的日文要怎么说呢 他的发音是 ドラゴンポート ドラゴンポート 龙船比赛的话呢 就是念作 ドラゴンポートレス ドラゴンポートレス 好 我们现在就来复习一下吧 填尽 词曲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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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 DRAGON BOTR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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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香喔 杏子好喜欢闻粽子的味道喔 除了咸口味的肉粽之外 杏子也很喜欢吃这种甜粽喔 那我手上拿的这个呢 是冰粽 最近很流行的 有点像甜点喔 里面有包东西 因为吃起来像甜点 所以这种甜粽呢 是叫做 甜点粽喔 いただきます 嗯 好Q喔 好好吃喔 里面还有包芝麻 这个呢 是花生口味的 接下一个是红豆口味被我吃掉了 好美味喔 好在这边呢 杏子先预祝大家 好快乐 今天的段午节呢 大家可以一边在家吃粽子 一边复习我们刚才学过的一些相关单字喔 好今天的课呢 就像到这边了喔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掰掰 到杏子的脸书按赞加追踪 即可获得杏子最新动态情报喔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信子频道 记得要开启铃铛通知 新影片不漏看喔 Kyoko Channel Kyoko Channel